过年的餐桌上,一定少不了小黄鱼,小黄鱼营养丰富,肉质鲜嫩,像我这样做,吃一次就上瘾,颜色金黄,外焦里嫩,凉了也不回软,超级的过瘾好吃。 早上花10块钱买了一斤的野生小黄鱼,这种野生的小黄鱼鱼身细长,线条自然,表面的鱼鳞颜色金黄,闪闪发光,肉质一定非常的肥美。 先把两边的鱼鳃轻轻地打开,去掉中间的鱼鳃和一些黑膜,这个鱼鳃和上面的黑膜一定要处理干净,这样小黄鱼才没有异味和腥味。 接下来准备一双筷子,先把筷子从鱼鳃的地方轻轻地插到鱼肚子里面,用筷子在鱼肚子里面搅动几下,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去掉里面的鱼肠和内脏了。 全部处理好,向盆中加入适量清水,把小黄鱼轻轻地淘洗干净。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黄鱼,是不是处理得非常干净呢? 接下来,我们给小黄鱼打一下花刀,在鱼背肉厚的地方切上三刀,另一面也切上三刀。 这样在腌制的时候,小黄鱼可以更好的入味。 准备一把小香葱,切成葱段,一小块生姜,先切成姜片,改刀切成细细的姜丝,先放入碗中,加上八角,干辣椒段,20粒花椒,白颜色的食盐,600粒味精,半勺万能炒菜料,适量胡椒粉,一勺料酒,一勺生抽提鲜,像我这样拌一拌, 调味料可以均匀地化开。 这里我们一定要多拌一会,让葱姜和调味料的香味融入到鱼肉里,这样鱼肉每一口都是香的,特别的好吃。 放一旁腌制半个小时以上。 现在我们来调脆皮糊,一勺面粉,一勺玉米淀粉,一勺即适粉,少许食盐,混合搅拌均匀。 加入一勺食用油,加入清水,搅拌均匀,再加炸小黄鱼,万万别加面粉,鸡蛋和淀粉。 加入鸡蛋,小黄鱼会回软,口感不酥脆,还容易吸油。 加入面粉,玉米淀粉,和吉士粉才是正确的做法。 搅拌成这种细腻粘稠的酸奶装面糊就可以。 小黄鱼腌好以后,轻轻的抖掉上面的小料。 直接放入脆皮糊里,加入吉士粉调出来的脆皮糊,颜色金黄,非常的漂亮。 用筷子把小黄鱼拌均匀,让表面均匀的裹上一层脆皮糊。 不要太厚,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 好了,像这样就完美了。 锅中提前烧一些食用油,油温烧至六成热,沿着锅边下入小黄鱼。 分次下入,可以防止粘连。 六成的油温可以让小黄鱼表面的脆皮糊快速地定型。 全部下锅以后,先让它炸上60秒。 接着用筷子轻轻地搅动一下,保持中火,炸上5分钟左右,把小黄鱼炸熟炸透。 现在小黄鱼已经炸了5分钟了,大家看一下表面金黄金黄的,特别的诱人。 先用漏勺控油捞出,想要小黄鱼达到外焦里嫩的效果, 我们还需要复炸一下,把油温升至七成热,倒入小黄鱼。 用漏勺迅速地搅动一下,这样连鱼头和鱼骨都是酥脆的。 二次复炸,可以把小黄鱼多余的油去给它逼出来,这样吃起来才不会油腻。 最后炸成这种金黄酥脆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大家看一下,真的是好香呀,控油捞出。 一道人人都爱吃的香酥脆皮小黄鱼就做好了,光是看着孩子已经忍不住地流口水了。 刚出锅的小黄鱼表面是这种金黄色的,带着薄薄的小脆皮,听一下这个声音都特别的酥脆。 趁热吃上一口,特别的香,特别的酥,外焦里嫩。 里面的鱼肉洁白细嫩又好吃,连鱼头和鱼刺都是香的。 端上桌,大人孩子都抢着吃。 喜欢的朋友,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。 祝你何家幸福美满,餐员滚滚来,感谢你的观看。